HELLO 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們講一下室內簡單的油漆工具 如果想在家裡游一下都知道要買哪些 哪一種好,那油掃呢 其實香港很流行用油掃來油漆 但這裏就不是很流行用油掃油漆 但這裏用油掃的方式有點不同 通常用油掃油都是由一些... 這邊,這邊 由一些膠戒位,用油掃菌那邊 用油掃菌呢,其實要很高技巧,而且都幾累的 如果菌這個邊要固得直,固得漂亮 固一隻顏色是油到上去是看不出油掃紋的 其實技巧是幾高的 那所以呢,可以不用油掃,可以用這個 用一些...這些皺紋子 那這些不是普通的皺紋子喔 皺紋子都分很多種喔 那這些皺紋子呢,就是專門課 油有用的 那它有不同的黏度的 有些用低黏度,黏了上去呢 是不會黏掉一些油漆的 那所以呢,用低黏度呢,會比較好些 但價錢又貴些少少 那這一隻呢,都是for paint 那價錢沒有那麼貴 那其實最主要是要夠闊的 如果不夠闊的話,都是會油到旁邊的 是啊,那...講一下油掃之餘呢,有滾桶喔 那這個通常都是用滾桶去滾長生的油漆 那有小滾桶啦,有大滾桶啦 滾桶都分很多種喔 它有不同的毛的長度 你要看清楚 其實,這裡買的呢 它所有的包裝呢 上面都寫得清清楚楚 那樣工具是怎樣用 還有,是用來做什麼的 是給什麼的用途的 那這一種呢,你看到啦 是幼細些的 這一種是粗一點,長一點的 其實這一種呢,是用來由外面外牆啊 石頭啊,比較粗糙的木頭啊 就用這些長一點 那你滾下去呢,就容易上色 上色得快一點 那你用這些呢,就很難上 因為它太幼 那幼這些呢,通常用在室內油漆 比較平滑的位置 Smooth的,油完之後是很平滑的 那它那個毛的長度呢 都有分的喔 有些長一點,有些短一點 那短一點呢,就可以油得再滑 滑一點啦 那但是,缺點呢 就是,索油漆的量呢 會少一點 那呢,會令到 即是油下去那一下呢 就要... 即是,油多幾次 你才會上到同樣份量的油漆 那所以呢,是有分的 大滾桶也是啦 通常都是用這個Size的 有些再長一點的 再長一點的那些呢,就... 很難控制的,太大太長了 那這個... 寸數就剛剛好 那它都有分10mm和15mm的長度 那10mm油出來呢,會比較平滑一些 那細滾桶和大滾桶 幾時用細滾桶呢? 幾時用大滾桶呢? 就是... 即是,如果我們... 那些... 角落頭啊 哪邊位啊 譬如這裏的長身 這裏都是長身的 那先用細滾桶吧 滾了角落頭先 因為角落頭呢 大滾桶呢,很難錄到它 旁邊呢會頂著的 那你油不到角落這個角的 那所以先用細滾桶 全部角落頭先 無論是天花的角落頭啦 長身旁邊的角落頭啦 總之兩邊同一個顏色的角落頭呢 都可以用細滾桶先 對了 那另一樣呢 就是... 這支 大滾桶的油七柄 那為什麼我買這牌子呢? 有原因的 因為這隻不用拌 拌下去就是了 而且你看清楚 這裏是有六角的 它不用拌啦 好處呢就是它不會鬆 如果拌的話呢 右右下又鬆了出來 你要拌回實 拌出來又要拌回實 是很麻煩 這雖然是貴些 但是貴有原因 一分錢一分貨 這裏 所以這隻是最好的 一拆下去 那就交不同的長度啦 油高些的話就交長些 還有另一支短的 就油... 走廊 走廊通常三尺 這支就會頂住 所以呢 用短一點 然後油漆盤 小滾桶的油漆盤 就是這樣的 大滾桶的油漆盤呢 就是這樣的 這個油漆盤托呢 又是另外買的 那沒有這個托呢 你會很麻煩 你的油漆盤都不知道怎麼擺 所以有這個盤呢 擺在這裡 然後這些油漆盤呢 就可以這樣 油漆盤 或者休息一休息 就可以這樣放在這裡 那我方便很多 拿起手都方便 好,等我一陣 拿些東西 那通常如果油漆盤的份量呢 一桶呢 其實基本上一千尺一層就搭到一桶了 那如果你 這個油漆盤 你要倒出來的 你如果就這樣倒的 我倒到這裡周圍都油漆 那就好髒 所以要加個這些 吸在這裡 拎下去 那你倒完之後呢 就這樣掩一掩 這樣方便很多 不會弄髒這裡 那所以這個呢 都要買 那油漆工具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其實油漆工具很少東西 那我們下一集呢 就講一下 怎樣去油漆 有什麼技巧 油漆工具 油漆工具 怎麼油漆工具 那下次我們講吧